大家好我是伍丁阿姨 今天我做一个开箱视频 这些的东西是我1月初 在国内的网站上 买之后海运过来 1月份买的 2月2号从开始走的海运 那我真正收到是4月的16号吧 两个半月终于收到 所以我今天做一个开箱视频 以及大伙看一看 我这些的一共花了多少人币 折合加币是多少 如果这样些东西 我在这样的亚马逊买的话 看看我的加币是多少 两边差价是多大 大伙就能知道 为什么喜欢在国内进行海淘的原因 由于这次海运的 不是门的门到我家 而是我们在温尼泊 集体的进行海运 这样的话 运费就稍微便宜一些 并且还能够走敏感型 因为我们个人的话走不了敏感 一个是三星的平板的保护套 这个花了24块钱人民币 如果加币它卖12块钱 还赠送了一个耳机的 还有一个触摸笔 这几个是我买的是手机的屏幕的保护膜 一共买了11个是苹果的跟小米的 这是那些个附件吧 人民币花了154块8毛5 如果在亚马逊上这边买 加币是10块钱一张 就应该110块钱加币 这个是我买的叫做稳定的自拍杆 我稍微买的好的一些的 几十块钱 我买的是100 这个稍微贵 这个我花了189 如果是在这边的亚马逊上买的 是加币是也贵不了多少 是53块钱也是这牌子 只不过到这就换牌子 就不叫做塑图的了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出门带的方便 我买的一个直播架 这个普光灯的这一套 再加上一个三角支架 这两样的东西都在这了 这是在灯管 没睡还挺好的 我买的是大的 这是一米七 这灯是26公分的 买的大一些柔和光的 这个我一共花了很便宜 89块钱人币 在这买的话 如果在网上买的话 是44加币 你要如果到商店买的 我也看了 这卖照相器材的话 它卖78加币 咱们管咱这西瓜视频干的好坏 装备前有 计算机上用的 就是导热的硅胶片 我两个四个花了56块钱人币 这四张如果要在这网购买四张的话 是82加币 就因为买这个必须要走敏感的 这是汽车启动器 按照的是属于充电宝 因为有电池嘛 就是这个买了一套 19,800毫安的 这是大的 这个我花人币219 这个要是如果在这的网上去买的是112加币 如果你要到商店买的话 不促销的话 比这个还得要贵一些 我又买了一个支架 就是手机或者是平板的 这花了39块钱人民币 也是这牌子的话 这边卖是28加币 还有一个支架 这个是这个便宜 这才15块钱人民币 这边我没找买的 没看着 最后就这大纸盒头了 这里边放了很多 都是风扇 这是我家的是显卡上的电风扇 买了40个 就是这个版是最贵的 460块钱人民币 你在这买的话 是一个找最便宜的 就10块钱一个的话 我40个的就得400块钱加币 好了 这是我所有买的东西都在这了 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呢 这些我在国内的所有的网购 一共花了人民币 1255块5毛6 按当时的加币 跟汇率要算是525.7的算的 我这些东西折合成加币 是238块8毛5加币 如果我这些同样的东西 我在加拿大的 亚马逊上的网购的话 应该是845块6毛1加币 那么我这些东西 我一共省606块7毛6加币 还是在国内买东西便宜 所以呢在海外的华人呢 不管是回国也好呢 是在这也好呢 通常都是进行了在国内网购 今天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收看喜欢点赞关注评论 您的坏 您的坏 您的坏